拳王梅威瑟今日刚刚与康纳迈格雷哥进行了格斗界的世纪大战,终究在第十回合,梅威瑟TKO康纳,折业生计50战全胜,包括詹姆斯在内的多位NBA球星现场观看了本场竞赛,并且一点点不用质疑,他们支撑的对象当然都是梅威瑟,先来随意感触下梅威瑟在篮球界的分源NBA就不用说了接球界也不破例关于梅威瑟与NBA球星的友谊,要点说几个, 大勒布养詹姆斯还在热火打球时,梅威瑟是热火主场的常客,有一次,梅威瑟还曾拜访热火的练习场,在球员们开始练习之前,他宣布了一番讲演,主题就是怎么未免,梅威瑟还曾表明,与乔丹相比,詹姆斯才是更好的球员,2013年的东部决赛第七战,热火99比76打败步行者,梅威瑟在那场竞赛前拿出590万美元赌热火赢球,终究热火没有让他绝望, 梅威瑟也赢到了530万美元的奖金,虽然两人年龄差了12岁,但梅威瑟与小托马斯的交情很深,还从前在野球场上直接商讨,以赛亚托马斯过生日时,梅威瑟曾送给托马斯一辆兵力轿车作为生日礼物,翻开UZ头条检查。